大家好,我是奔,来自明国 这是我学习中文的道路 今天是周三 我今天有语言课试 因为我今天不再上语言课 不正确 只有可能一九两次 所以说真的轻松的很多 然后我的时间就变得更多 周三比较,本来比较忙 因为我有五节课 需要加五节课 然后还有一个 然后晚上还有一节课 就是我自己学习的 所以说我一下班就考虑 我什么时候需要回家 或者 就是我需要早点回家 要不然 对,不能上课 什么的 但是现在觉得,哇,我真的有时间 然后 今天早上我经常我的习惯就是刷牙时 或者打理头发时 就方便看一个视频 看一个bilibili 或者看一个新闻 然后发现了 其实 还是有 有的词语 我不完全明白 但是因为老师学习的 只有点浪费时间 因为 就是 学习就是 学的就 就 没有效果 或者是 我可以差不多自学 自学 因为我明白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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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 就是我明白 哦,我哪里 不明白 然后 嗯,对 因为 我发现很多老师 他们不知道你的实际 水平是怎么样 有的老师 他们就是 你 差不多口语没问题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哦,你 你需要学 那个生教 妈 妈 妈 然后我说 我学了五年 我们 怎么又开始学生教啊 然后有的老师 他们觉得 哦,你中文 差不多没问题了 然后有的单词 我还是不会 他们说哦 但是我还可以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没问题的 所以说 没有 好像没有一个人 就完成 可以理解 你实际的水平 然后帮你就继续 不像英语一样 就是 你 达到的这个 高级的水平 还是 嗯 还需要继续 他们 大部分水生 还是 还是 大部分水平 左右 OK 好了 现在 午休晚了吧 然后 现在还有 三节课 我觉得 这个学期 真的 就蛮不错的 啊 对 然后 总的来说 我觉得三年 差不多都习惯了 生活在中国 因为本来觉得有点难 本来是 单休 因为那个时刻 我们 可以说 外交更 内转了 啊 所以找 找人就比较 容易 但是 现在的话 可能更难 啊 而且我就 嗯 继续 很多工作的经验 所以觉得 对 就是过得 越来越不错 然后就习惯了 更多 所以现在 这个 这一年 就感觉 特别 特别舒服 特别清空 特别有习惯了 之前不知道 啊 怎么 就是 之前不知道 会什么 发生 或者 就是 啊 我来到某个工作 会真正的怎么样 啊 对 所以 今天还有三节课 然后等一下就自考 后 我未来 或者今天要什么学习 因为 有 现在有 两种 方法 或者方法 一个是 在外面 就 看视频 嗯 寄句 或者 寄下来 所有的声色 包括 中文 还有 呃 泰语 第二个方法 是 音子跟读 但是一个 我必须要在家里 做的对吧 因为 反正我有这个麦克风 然后另外一个 可以 出去外面的 嗯 而且 现在没有课 我还 还在思考 因为 我 我应不应该就 改成我的 健身计划 健身计划 因为本来 现在可以周一 周三 周五 然后周五 休息 但是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 我觉得 两年的这个很严格的 日程安排 就是 要重新 重新安排我的 生活吧 因为 不知道 会有哪些习惯 之前 有说看视频 看视频 有一定的时间 但是 现在我也不知道 就是 我想 看书 就看书 我想 嗯 学这个视频 就学这个视频 而且有的时候 我会 我会休息的 什么休息呢 就看 我英文喜欢的内容 因为中文 找不到的 或者英文 才是有最好的 啊 内容 如果是关于一个很具体的 嗯 具体的事情 或者如果是 来自 可能西方国家 或者说英语的国家 那肯定 英文是最好的 所以我是找 哦 中 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内容 只有 只有在中国 可以 找到 或者只有在 台国 可以找到 嗯 然后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我想背 背下来 哦 有一个人 他推荐 对 就是 找出来一个视频 然后就 找出来 所有生词 然后 试试 使用 这些生词 做 啊 造句子 然后如果你有个朋友 可以发 这些句子 然后 让他们检查一下 是否正确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就看这个视频 可能 啊 试边 对 也可以 试试 那我想分享给大家 今天我学到什么海归 海归 什么呢 海归就是一个人 出国国 然后回国 然后就 吸取教训 或者 有很多知识 然后可以回国 嗯 不知道 心知 读名 心知 读名 就是 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啊 虎口 我也 不清楚 考编 不清楚 单纯 纯粹 啊 银耳 哦 OK 对 就是有的单词 还是要 学习吧 OK 那我觉得 拍到这就可以了 我会 就在这个 很好的天气下 就 走一走 好的 那 嗯 下班见吧 呀 我想问 请问 这是谁呀 什么幼儿 你又没有 那个 我那个 带颜费 你为什么 是吗 先搭颜费 嗯 不要在意这个 手机好吗 不行 你那么大一个 就能转转的 转转的 转转 你转 你转 生天 来了 生天来了 生天来了 生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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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首歌吗 不行 啊 我忘了 啊 下雨了 是吗 你喜欢这个夜景吗 嗯 没什么特别 但是我们可以闻到这个 这个下雨的味道 对 我们把英文叫它 我们把英文叫它 Petrophore 叫什么 Petrophore Petrophore 最罕见的单词 哦 其实 Petrophore Petrophore 怎么拼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对 你看看这个雨呢 今天是妇女节哦 对 我知道 你知道大家在讨论 到底是用妇女节 还是用女神节吗 嗯 没有啊 这是现在是一个舆论的一个热点了 你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因为大家觉得叫妇女的话 觉得那个人很老 所以就不应该叫妇女 但是呢 但是呢 大家又说妇女这个词 是一个OK的词 嗯 就是 没有关系 叫妇女 是不是应该要拍我 应该什么 那我 对 因为你不拿着我的手机 所以说 我有些 哦 呃 打铺盖卷 什么意思 打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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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卷铺盖走人 什么意思 卷铺盖走人 就是拿上你的桌 没有啊 就是因为 是哔哔哔哔哔哔哔 就是这样写的 好 可以啊 要一分 我需要三个手臂 要一分 我需要三个手臂 这里没有雨 好的 那你可以给我解释到吗 那你可以给我解释到吗 刚说什么东西 啊 打铺盖卷 打铺盖卷 打铺盖 公司 递递集 递递集 来市里一起撓 撓就是 撓就是 这是劳 这是血 义